就做過Beautiful Ship 其實很簡單 所以將來 當然我現在講的其實是基本爬蟲 未來如果你還要後面很多爬蟲的話 像剛剛同學提到的話 其實在雲端上面也有 還有哪一些 各位講有沒有 0604、0605、0607 一直到後面還有0609 有沒有 所以後面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像爬山一樣 你現在只才剛到爬山的路口 再往前100公尺而已 OK 那我們當然不可能一下講太難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到很複雜的東西 其實後面還有 像其實0608非常好用 Selineer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把那個 你滑鼠鍵盤的動作記下來 它還模擬幫你做過一遍 比如說你像剛剛你提到那個 輸入你的那個 桶編啊 輸入什麼 然後按查詢對不對 你可以把那個動作用Selineer記錄下來 有點像錄製劇集一樣 然後讓程式再幫你跑一遍 那你就取得你要的資料 他會丟過去 把查到資料你再去做分析就好了 OK 只是說呢 講比較快 但是做錯的話呢 哇那真的細節很多 可是我是覺得 程式難是真的還蠻 但是你只要把每個細節都注意到 不要做錯 基本上我是覺得啦 倒也還好 因為你這件事情真的就一勞永逸了 OK 關鍵正確的話 做事情真的就是 所謂的一針見血 應該叫一槍斃命的 所以有的亂槍打 噠噠噠噠噠 倒不如你就是一槍 砰就搞定了 對不對 OK 所以呢 為什麼要學習這些東西 主要的原因還是真的要 針對那個 這個長久問題 去做解決 那因為呢 今天時間 剛好今天是最後一次上課 那我們只是幫各位開個頭 那我的初衷是希望說 你們上完這個課 第一個 不要討厭程式 第二個呢 就是回去還願意把Python打開 然後我願意去做一點事情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我這個課程上課就算是成功了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上完課之後 從此再也不想要碰程式 很多人 嚇都嚇死了 想說這東西怎麼那麼恐怖啊 簡直是天書嘛 OK 所以呢 這課程我是盡可能的 就是怎麼講 把可能該給各位都給各位啦 極盡所能的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 地方還有欠缺 如果欠缺的話 請你在那個影片下方留言 告訴我一下 老師 我覺得你上課 好像還可以更多 給我們一些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跟我講一下 OK 我現在想不出來 因為 第一個 上課有錄影下來 我把它放到論壇 清單很清楚 第二個 雲端上面有 已經有完整的程式 我打的程式 一模一樣能run的程式 都放在上面的 然後還有什麼 頂多是說 我不可能在你旁邊慢慢看你打程式 所以剩下來就是你們要自己去做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能沒辦法講太多 所以剩下來的部分 下個禮拜之後 那就可能請各位回去再多練習 影片會放在上面 但是跟各位講 像雲端 這些資料大家會暫時會在這裡 可是不可能永遠存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擔心說 將來這些資料會連不上的話 你可以回去 就做一個事情 回去請你先把它備份起來 備份的方法很簡單 這邊有個下載 有沒有就下載下來了 OK 如果你擔心之後 如果你覺得這個資料重要的話 請你自行先備份 但我不會很很容易回去把它關掉了 就不可能 OK 但我不敢保證說 因為之前有同學是上了幾年之後 然後寫封信跟我講說 老師你那個很久很久以前的那個連結在哪裡 怎麼不見了呢 你已經過保固太久了 我要保固你多久 保固你一輩 終身保固嗎 這種回事嗎 所以你自己把它稍微備份一下 另外的話 影片基本上還是會在 不過也不敢保證說永遠都會在 OK 因為畢竟有時候還稍微做個小小的調整 它不會馬上調整 不過至少三個月內絕對不會是動它 OK 所以請各位回去有練習的話 那當然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比如說老師我突然發現哪些地方 你可能哪個地方怎麼做會更好 歡迎你可以再讓我知道一下 讓我也可以進步一下 畢竟教學相長 OK 因為你教學 我不敢保證說永遠我都是對的 我都是最好的 但有的同學會提供給我一些訊息 不錯 這時候會更好 那我也可以在下一次上課 讓這個課程更加完備 也更要完善 OK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們今天的話 那就先到這裡吧 老師不夠大評門自己把它 定存心檔不行嗎 我說了 好嗎 謝謝 謝謝 我